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那边说 他自己的八字全阴全阳 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八字全阴全阳 不太会怎么样 我就这样子跟各位讲 他并不是一个不正常的八字 他一样都是正常的八字 尤其各位 当这个人 他还没去看他自己八字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全阴全阳的时候 请问他会跟个怪人一样吗 他不会 他就跟个正常的一样 但是通常看了八字以后 我八字是全阴 我八字是全阳 这个人就开始觉得他妈的全身怪怪的 所以其实各位 你从这一种现象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全阴全阳 都是正常的八字 只不过因为他的排列组合比较少见 通常他就给人家算八字的时候 人家都会说 你这全阴全阳 所以会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各位很多东西都是导果为因 为什么导果为因 今天这一个人来找命理师 他一定是有问题 有问题的人才来找命理师 就像是你生病 他去看医生 你不可能生病 来找命理师吧 命理师也不会帮你看病 这同样的道理 会找命理师的是人生出了一些问题 人生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是有问题的人来找命理师 好 这个命理师在帮他批的时候 一看到他八字是全阴或八字是全阳 然后他刚好又有感情的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就很容易会犯一个错误 原来全阴全阳的人 很容易会在感情上出问题 各位 这就是命理师他自己的归纳 可是他可能只碰过一个 他就做出了这一种的判断 所以他就会跟他讲 全阴全阳的人会怎么样 全阴全阳的人会怎样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就只有碰过一个而已 所以会导致像这一种导果为因的这一种现象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 我们所有的八字都一样的看法 你不要先给他下决定 因为全阴全阳的八字 他只是在本命上而已 你别忘了 八字的组合是什么 本命加大运 所以这还是最基本的组合 你还要再加榴莲 他就只有这一边不动 这两块是动态的 请问这边 甲乙秉丁乌己根性嫩魁 赵哲伦 职丑一卯成四五位身有虚害 赵哲伦 他就是什么 阴阳搭配者 所以他全阴全阳 他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已 他只要换个流年 他基本上我们都是什么 你看 甲乙秉丁 就是阳阴阳阴 他只要换个流年而已 他就不会是全阴 也不会是全阳 所以其实他所讲的全阴全阳 只有在本命 可是你假如把整个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大家都是阴阳混杂的情况 只不过说全阴全阳的八字 可能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他可能是全阳 或者是全阴 就某一段时间 而且那就只有一年的时间 因为流年一转变 又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在五行派 他就不重视你这一些东西 没有什么全阴全阳或什么特质 一切的还是要违规到五行流通上面去判断 他就是在五行流通上面会出问题 财运出问题 官运出问题 基本上都是跑不掉的 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五行派什么行冲迫害 他也不看 然后公卫他也不看 十二长生他也不看 什么格局他都不看 他一切就是以五行深刻 各位 他一切只要用一招 他就可以看出来 他干嘛要那么多招 然后 然后让自己那么紧张 我全阴会怎样 我全阳会怎样 我三观客观会怎么样 一切就按照五行流通来看就好了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就会了解八字讲的是什么 你也不会老是人家讲 你三观客观会怎么样 你八字全阴怎么样 你八字全阳怎样 你八字直五毛有俱全怎么样 五行派不讲什么东西 五行派就是直接八字拿过来 你这一年是什么不出问题 你这一年又是什么 变好 他看的是什么 五行流通 所以各位 从我刚刚的讲解当中 你就会知道 所有在五行派的观念里面 所有的八字都是一样 天下人都是一样公平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